二科医生对付熊孩子比爸妈都管用 这一天男孩赌气装病晕倒在地 吓得妈妈直接将孩子送往急救室 护士立马给孩子扎针抽血 谁知孩子一生都不吭 可经过护士的初步检查之后 发现孩子的检测指标一切正常 以为孩子得了重病 立马拨打了电话让主任就诊 其主任到达县城之后 立马对孩子进行体察检查 不管是拉扯手臂还是动动腿部 男孩一点反应都没有 一旁的妈妈见到如此严重的情况 心里更加慌了 可医生似乎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立马将家属拉到一旁 母亲已经准备好该怎样哭泣了 谁知医生的一番话给妈妈瞬间整懵了 他没有病 他没病吗 他真的没有病 当我检查他的眼睛的时候 我发现他的眼睛能够跟随我的检查来运动的 当我检查他的激浪力的时候 我发现他也有被抗的一个反应 最搞笑的是 医生让男孩抬起腿部的时候 男孩起初还主动抬了起来 但当他发现医生正在触碰时 男孩又立马将腿放下来 甚至趁着主人不注意时 他还用眼睛瞄了一眼 好家伙 这男孩的演技堪称影帝 就单说打针这一环节 其他小孩子要么哭要么闹 他是硬撑着疼痛 一声也不吭 这种演技完全吊打了娱乐圈明星 可惜的是男孩这次遇到了对手 你肚子肯定饿了 你喜欢吃什么你告诉阿姨 吃炸鸡吗 鸡片 还是想喝饮料玩 你要是什么都不吃 什么都不喝 我们就就得再输液 可以啊 好嘞 看到儿子没事的样子 妈妈直呼医学奇迹 而这个时候 门诊又来了一个小女孩就诊 据妈妈所说 女孩每天晚上身上都会抖动 整个人失去意识 叫也叫不醒 医生立马赶到病床进行检查 可不管医生说什么 小女孩始终一言不发 我们目前考虑 有可能是在癫痫发作 医生的话越说越严重 妈妈听到之后差点当场崩溃 而另一名男医生也赶忙来到现场 在得知家长的表述之后 他又看了看检查报告单 那医生脸上的表情差点绷不住 这个小孩在临床表现 富有表演性 夸张性 第二个 他在心电监护椅上显示 声音非常地稳定 第三 就是我用压舌板刺激咽波的时候 考虑感受非常强烈 并且有抵触 把压舌板往外吐 可就当父母准备发火时 医生联盟组织他们 目前孩子已经装病装到了医院 那么就要多注意他的心理健康问题 因为心理问题真的会导致生理状况不太好 这也是身体机能的变相警告 七岁男孩大小便失近三年 可妈妈非但没有去看医生 反而找到村子里的接生婆 当看到孩子屁股上有一个小洞时 接生婆直呼 你的儿子未来有福气 可直到去年 父母发现孩子的情况依然没有耗转 他们就去往医院进行检查 谁知孩子却被查出了肾积水 并发现椎管里有一颗巨大的脂肪瘤 可父母辗转多家医院 却没有一位医生敢接手 他们最终带着最后的希望 来到了深圳儿童医院 而李医生听闻之后 立马开始检查孩子的身体 他就是我们说的千毛豆 千毛豆的孩子呢 小便失近 小便失近 还一个床下是0异常 可如今孩子已经过了最佳治疗时期 即使成功做完手术 未来可能要终身倒尿 做完手术之后 还必须终身倒尿 终身倒尿这个 真的接受不了 你不接受 也得要接受 这是致命的需求 医生的话 有如晴天霹雳 砸在了母亲头上 妈妈担心间接讨尿 会对孩子的身体会有影响 可医生直接告诉母亲 这种类型的疾病 如果不进行系统的治疗 根本不可能活到成年 在类疾病呢 如果是不经过系统的治疗 又是很难能成人的 精神期之后 到20岁左右 有了就 有了就 最后 医生立马为孩子安排全身检查 并组织医院各科主任 开了一场研讨会 他们要为孩子的生命保驾护航 可专家们最终讨论的结果 却让所有人感到困惑 最后 医生跟家属进行数前的谈话 并告知了 这项手术是四合一的超大型手术 风险程度超乎所有人的预料 但医生还是用专业的医疗方案 给不安的父母建立信息 此刻 医生和家属站在统一战线 为了孩子一起努力克服困难 但手术前夕 母亲看着痛苦的孩子 心里如刀割般难受 看着懂事的孩子 妈妈的情绪倾泻而出 如果有可能的话 她宁愿替孩子承受这份痛苦 手术当天 母亲带着孩子进入到麻醉室 而医生为了缓解孩子的紧张和恐惧 专门在天花板上播放的动画片 等到麻醉完毕之后 医护人员带着孩子踏上了战场 主导医生缓缓切开孩子的腹部 然后用悬吊挂在直肠和盆底肌的交汇处 这样可以改善大便的功能 而第二步手术是输尿管抗反流在直 这样可以防止尿液反流 而第三步则是最困难的手术 最后一步则是膀胱颈调 医生首先游离膀胱颈部 然后将锥撞旁击环缝合在膀胱颈后方 这样可以孩子自主排尿的时候 可以起到一个排空膀胱的作用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孩子的手术顺利成功 手术呢刚刚做完 手术很顺利 抽血呢也不多 给你放心吧 手术还是按我们要求的进一步治疗 然后静脉高预养进食 如果这个艰难期 明天或者后天会慢慢增强 等到孩子推出手术室之后 父母盯着孩子一个也不愿意离开 看着孩子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 妈妈轻轻抚摸孩子的身体 希望能够给他带来勇气和希望 术后第16天 孩子的生命体征已经稳定下来了 并且已经可以正常走路 祝小朋友未来的日子里能够越来越好 馋醉女孩吃完血糕吃辣条 活生生将自己吃进抢救室 快点快点这里 妈妈担心女儿的病情 急忙拿出在家里吐的鲜血的照片给医生看 希望能够起到一些帮助 刚开始医生还怀疑女孩是未出血 可看到妈妈手中的照片之后 发现里面的血液偏咖啡色 由于血的颜色不同 对应的状态也不同 所以医生判断女孩并不是未出血 而是消化到上面的血 不得不说 妈妈这种记录病情的习惯很好 这样也方便了医生的诊断 最后妈妈告诉医生 女儿已经检查过腹部了 可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问题 只有拉肚子这一种情况 医生立马去问女孩 最近又吃什么食物了吗 女孩想了想表示 自己在吃完血糕之后又吃了辣条 肚子便开始剧烈的疼痛起来 原来女孩在空腹吃血糕之后 立马就往嘴里塞入辣条 对于成年人来说 这种血糕和辣条的搭配 成为了不少人眼中的夏日CP 明知道会拉肚子 但有些人还是想让自己的舌头爽一爽 不过好在女孩的血压还是稳定的 所以并没有什么大碍 一旁交集的妈妈在听到医生的保证之后 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 急忙给家里人报平安 冰冻加辣条这种搭配 可能会让胃部发生一冷一热的痙攣 孩子的免疫力本来就低 作为父母 更应该在他们需要呵护的时候 急于保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辆转发达